杂谈随想 为什么癌症病人越来越多 作者王源普 癌症真正的原因 虽然医学界目前尚未有定论 不过与许多化学物质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致癌的化学物质会使细胞核的DNA受损 而产生基因突变 流行病学研究也显示 接触致癌物质机会越多的人 得癌症的机会也会相对的提高 为什么今天癌症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致癌物质的环境中 不论我们所吃的、所喝的、所呼吸的空气、所接触的环境 都含有许多致癌物质 1. 所吃的食物 我们所吃的食物中含有许多种类的致癌物质 有些是人工添加的 有些是培育过程中所残留的 有些只是食物调理过程中产生的 下面是致癌物质产生方式和致癌物质的例子 1. 食品添加物 防腐剂、有毒色素、人工甘味如糖精、丸类食物添加烹砂、豆类食品加入双阳水等 2. 农药、抗生素、荷尔蒙等的残留 蔬菜、水果的农药、鸡、猪、牛肉中残留的抗生素与荷尔蒙 养殖海产类残留的重金属杀菌剂等 3. 亚硝胺 含亚硝酸盐的食物包括储存的肉类如火腿、香肠、热狗、腊肉等 4. 食物烹调不当 高温油炸、烧烤、煎烤 会使食物产生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的致癌物 5. 其他 黄麒毒素对花生、玉米、酱油类食物的污染 加热过程中包装与容器释出的致癌物质 农作物生长过程受到环境中致癌物质的污染等 2. 所呼吸的空气 抽烟会引起肺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不过现在有许多不抽烟的人也得肺癌 这都要归咎于空气的污染 空气污染的来源由工厂或机动车辆所排放的废气 工厂排出的废气包罗万象与其所生产的物质有关 机动车辆排放废气中所含的污染物 包括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与挥发性有机物质 3. 环境的辐射线与电磁波 环境中的辐射线会产生癌症已经得到证实 电磁波也可能会增加得到癌症的机会 例如生活在高压电塔附近 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 时常使用手机 身处无线上网的环境 为什么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充满致癌物质的环境中呢 这已不是无知的问题 根本原因是人类道德的沦丧 黑芯食品的出现就是因为商人没有道德 为了私利在食品中添加不该添加的有害化学物质 政府也为了经济发展 向资本家妥协 牺牲了环境的保护 在这种推波助澜的效果下 癌症的病人当然越来越多了 感谢观看